字幕提供 今天就預備了同一個 做一個 都是屬於懶人煮法的湯 這個湯就是這個 白菜仔魚球 魚湯 魚湯的步驟就是大家看回 那個 南瓜魚湯 還有那個魚蓉羹 一樣的步驟也是 那個做法來的 分量都是一樣的 都是半斤的 所以用魚煎成 然後就煮一個魚湯底 然後就把白菜仔煮進去 然後把一些 現成的魚肉 我做成一個魚球 就是魚丸 再加了大概有20 差不多30克的 粉絲 然後倒進去 煮完這個湯之後 變成有菜 有魚 魚球 還有粉絲 也有魚湯 因為這樣就 簡單 快捷 好 待會再煮完後 再和大家繼續煮 因為魚湯那裡我就不出片了 待會我純粹是 下菜 下牛魚球 再繼續 好 待會再見 魚湯煮好了之後 現在開始用一個中火 繼續煮 然後把魚球 放進去 魚球 根本就不太受火 但是它煮了 五分鐘就已經熟了 五分鐘之後 你就開始試味 試味之後 放進去 放進去 粉絲 一滾之後 你會看到 菜鑽的色 熟湯就已經煮好了 我自己覺得很簡單 又熟於 冷人煮的方式 可以 一鍋油 什麼都散 好了 淋了魚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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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淋魚球 拌了五分鐘 先試味 因為淋了味 淋了肉 先試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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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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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菜 再加少許油,一茶匙不需要太多 煎了少許油 最後將粉絲放在上面 讓它煮沸 待會用中火 它煮沸了兩分钟左右 已經可以了 到時可以煮沸出來和大家煮沸 待會再繼續 好了,這是白菜仔魚球煮沸魚湯 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分享 喜歡的朋友希望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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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